11月15号收了一筐羊浆,可以说是不劳而获,因为种下去后从来没去管过,不用浇水施肥,每年也有不错的收获。 秋天,当它的夜和景完全被霜冻死,就可以开始收获地下快景了。 只要土地不冻住,直到第二年春天快景发芽前都可以收获,留一些在地里,第二年又会长成秘密的一片,有阳光它就会开出漂亮的花。 它最厉害的药用价值是调节血糖,预防和治疗糖尿病,它生吃,口感清脆,最适合切薄片两半,还可以整个泡在淡盐水中做成泡菜,经过发酵,营养价值就更高了。